立法院长尤锡坤 七月率团访问捷克 立陶宛和法国 受到高规格领域接待 不但一路上有警车开道 和维安人员的保护 重要场合都能见到 中华民国国旗 在非邦交国少见 堪称一大突破 看起来应该 我们不敢讲说 我们的收获有什么样 但是基本上有过去 是有所之后 在这里 我也要加大跟各位说 我是台湾民 我们是捷克 一乐乐我们都是民主典 Depret 受邀捷克参议院演讲 掌声经久不息 是立法院长赴捷克参议院演讲首例 另外也是第一个 进入立陶宛国会访问的立法院长 台湾与民主国家正常往来 至于中共一路反对到底 尤锡坤重生 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 中共他们会一再的抗议 甚至用霸凌的方式 后来用演习 那基本上他们的一些思想 或者说他们的思考 是建筑在沙滩上 所以我是觉得 慢慢全球的民主国家 大家都会觉醒 尤锡坤表示 民主国家正在决心 并引用欧洲议会副议长 碧尔所说的 台湾人民可以决定台湾的未来 喊话中共要听进去 佩洛西 碧尔等人的建言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郑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阿那天的相机 迎新唐人亚太电视